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中天亞洲台的總編輯時間 我是史澤維 首先要帶您來關注的是今天的新聞焦點 馬英九拋出了兩岸和平協議交不公投 民進黨馬上主張要修公投法 而藍綠的支持度首度拉近了5%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有深入的點名 各國的國情不同 大陸騎特的現象是客機準時起飛特別難 而常見乘客不滿霸機 甚至上演全武行 現在是碰到了金價的飆漲 大陸的業者不惜重金打造了黃金鑽石內衣 而這內衣秀成為了全場的焦點 馬英九拋出了兩岸和平協議交付公投之後 現在讓民進黨找到了著力點 在立法院是透過程序委員會要進行闖關 要爭取把公投法的修正案排入大會議程 而且主張未來國家重大的兩岸議題 協商還有簽署之前都必須要公投 同時也主張要降低公投的門檻 不過在國民黨多數的優勢之下 並沒有排入議程 而民進黨團在會後就指出了 這證明馬英九所說的和平議題 和平協議是個假議題 而國民黨的黨團則是拿出了這個檔案資料來批評說 蔡英文在2004年以陸委會主委的身份 就曾經對兩岸和平穩定架構的公投案 在答詢的時候她說呢就算沒有公投通過也要照準 這顯示蔡英文根本是把公投當作是遊戲 國民黨的話當然就不奉陪了 好的今天的總編輯時間呢 我們為您邀請到的新聞點評來賓 是旺報的社長兼總編輯黃青龍 青龍兄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青龍兄 這選戰果然是這個激烈難料 而且是充滿了變數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會發生 我們看先是綠營這2012的副手候選人 蘇嘉全他的農社醜聞 降低了民進黨的民調的支持 然後在他宣布要把這個農社跟土地捐出之後呢 明顯的是有止血的效果 可是另外一方面 因為這一路是穩定領先的馬英九 他很勇敢地拋出了這個兩岸和平協定的議題 打破了這個藍綠的禁忌 還有外省人的原罪 而這個民調數字呢不但提升 而且還獲得了部分綠營選民的認同 可是問題是連續兩天 這個藍綠這個談話性節目呢 就不約而同地對他提出了批評 這藍軍的名嘴是認為說 馬英九提出和平協議 只會成為綠營攻擊的劍拔 而綠營的名嘴子 也毫不令人意外的就是說 馬上就給馬英九貼上了清購賣台的標籤 而接下來的發展是呢 馬英九在兩天之後 他宣布這個和平協議 要經過個公投這樣的一個關卡 看來似乎是想要反將綠營一軍 可是呢這個直導黃龍 反而變成了孤軍深入 四滅楚歌之際呢 外面看到的是馬英九決定要繼續的加碼 讓原本門檻就已經很高的 和平協議三前提 變成了公投的十大保證 而他這個思維的動機和理由呢 是什麼 我們外界不得而知 但結果是我們現在連續看 四張這個民調卡的數字就顯示呢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 兩組這個候選人的支持度 最新的數字呢 這藍綠的差距已經縮到5.5%了 而三組候選人的支持度的話 藍綠的差距呢 甚至是只有到5.3% 如果我們來看我們的 Daily Tracking Poll 就是滾動式民調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呢 這個雙方的差距 從這個最大的8.5% 現在縮到了只有5.5% 而三組候選人的支持度的時候 我們來看到的是呢 從最高的10% 現在已經縮到了這個5.3% 而現在呢 如果說照這樣走下去的話 報底這個情勢會怎麼樣的發展 好 我想和平協議 剛提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外界有一種看法 那麼認為呢 這個首先第一個是 馬英九要來區隔跟蔡英文之間的 在兩岸政策上的一個高度 的高度 那麼第二點呢 還有一種看法 這個認為說是 馬英九對胡錦濤的一種善意的表達 因為我們知道在胡錦濤 2008年年底的這個 胡六點的談話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兩岸要結束敵對狀態 簽署和平協議 協議這樣的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這個在胡六點當中 那麼過去幾年來 馬英九一直沒有正式的回應 好 我們孤不論說 他這個和平協議的出發點 是從哪個地方 是基於兩岸的高度 是基於選戰的策略 但是毫無疑問 一開始當他開始講出 和平協議的時候 那麼當時得到的反應 基本上是正面的 也就是說包括哪些 包括希望兩岸和平 或者我們這樣講 關心兩岸的 或者說支持國民黨的 乃至於一部分 跟中國大陸有主要的經濟往來的 這樣的中性選民 我想他們都支持馬英九這樣的一個看法 對 反對黨的攻擊跟批評 那是必然的 好 可是現在等到馬英九提出說 附加了一個公投的這個條款之後 那麼整個的這個和平協議的這樣的一個旋律就變掉了 對 為什麼說變掉 大家知道第一個 那麼和平協議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兩岸的和平 那兩岸和平當中你不可任何的主張都要考慮到互相的一個接受度的問題 而我們知道中共對公投的一貫態度他是反對的 那麼特別是在兩岸問題上面 他認為應該是由兩岸的共同來決定 台灣的未來 不是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來決定台灣的未來 當然這個問題台灣人很多人不同意 可是現實上北京是這樣的態度 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 這個當馬英九如果即使是一個選戰策略 當你提出了這樣的一個訴求了以後 那麼儘管他講了說是必要時 儘管說的是和平協議並沒有訂出時間表 是未來十年 而且他是working toward 是一個努力去去賣進 是只是一個方向 是一個賣向而不是一個必須要達到的 儘管說是這樣子 那問題是你加了公投之後 可能一些人在對和平協議的看法就不是的 有些人認為說 那就是選舉策略 問題是在野黨他會打折誰棍上 你看我們看到 那麼他看到你喊出公投 他就要是你立法 入法來入法 那嚴格講 馬英九一開始談和平協議的時候 沒有談到公投的時候 他那三道門檻 其實就已經足夠 因為兩岸之間的問題 就跟美國對兩岸的問題一樣 他必須維持一定的模糊性 就好像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 有一個各表的空間 但是你公投 尤其是如果進展到立法的話 那就沒有某空間 那就沒有某空間 那基本上那個公投 就是一個反對的一個姿態 一個反對的姿態 好那現在我們看整個的發展到這裡來看 我想可以確定幾點 首先第一個看看民調的數字 應該說就短期來看的話 應該是一些 原來對於和平協議 有比較理性期待的人 現在看到公投出來 他們長期已經知道 尤其他們了解大陸的想法 他們知道兩岸要透過和平協議 來追求和平 不能是單方面的一個想法 這樣的人感到失望 我們看到這個調查 蠻久的支持率下降 但是另外一方面 為什麼蔡英文的支持率上升 因為他們訴求 這一次反對黨的訴求 他把和平協議 他用的是西藏 當然跟中國的協議 意思就是說 簽署了和平協議之後 就equal to 就是賣台了 就是賣台了 就是一個主權交換 當然我們都知道 時空環境是不一樣的 那麼整個在坦核況裡頭 還有很多的前提的限制 可是問題是在於說 從08年到現在 在野黨對於馬英九在主權 特別在兩岸交往當中 某些時候的必須 讓他各說各話 讓他有模糊空間的主權議題 在野黨是窮追不捨 窮追不捨 好 那這種情況下 和平協議給他找到一個空間 也就是說呢 馬英九一些人 對馬英九的支持度掉下來 是看到公投這兩個字 而一些在野黨的支持者 是因為看到和平協議這四個字 而又回來去投在野黨的支持度 這是我的解讀 好 而當初呢 拋出這個和平協議的時候 我個人是很意外 因為呢 這個並不是因為這個政見不對 就像這個清皇兄您講的 而是從這個選戰的角度來講的話 它的確是有一些不確定性 可是問題是後來 我們的數字證明呢 從政見和選戰兩方面 它都是對的 可是問題是後來 馬陣營提出了公投了以後呢 從政見上來說 有點像是畫蛇天足 而從這個選戰面來看的話 就好像是捅了一個 馬蜂窝一樣 兩邊這兩方面看起來 好像都失算了 而這中間的轉折點 事實上就有區區的兩天而已 從提出這個和平協議 到加上公投這個門檻 所以呢 現在這是不是因為馬英九啊 聽到了這個藍營和綠營的這個名嘴 連續兩天的質疑和炮轟 他有點Hold不住了 結果就決定要下公投的這個猛要 反而嚇壞了 他怎麼考慮 其實我們因為不在其中 只能從外頭來看 那您剛提到說 這是一招孤軍深入的險棋 看起來的確是這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一直以來 國民黨沒有在公投 這樣的議題上面 是站在優勢的 因為在過去有關公投法 自己公投的實施 那國民黨都是基於兩岸 基於各種嚴厲的考慮 基本上是比較保留 那麼甚至在08年那次的選舉 國民黨跟進民進黨的這個公投議題 大家都一看就知道 那是一個選舉操作 是個選舉操作 坦白說民進黨的公投議題 也是選舉操作 這個我們從陳真本 後來很多的告白都知道 好 現在問題在哪裡 就是說民進黨在抓公投 這樣的一個議題上面 他是站在優先處 他站在風投 他已經是這麼久下來 他站在風投 那結果國民黨這一次 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 反而是正面去迎擊 這樣的一個議題 而正面迎擊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你迎擊之後 對方一定要求你更進走 更進走就是要確保 那就是要入法 要修法 可是能修法嗎 不能修法 你一修法之後 會讓你接下來兩岸談判 完全沒有彈性 完全沒辦法做 好 所以這整個議題 我的看法 發展到這裡 大家可以確定 它的影響大概有兩面 第一面就是說 和平協議 這個詞 應該說是已經正式扶上檯面 對 和平協議在台灣的政治與會當中 已經從抽屜裡頭被拿出來了 拿出來擺到檯面上 接下來在未來不管四年八年 還是十二年的兩岸的 不同的領導人當中 這個議題會一直跟著走下去 這是第一點 公投這兩個字 也跟著搬到檯面上來 怎麼說呢 尤其這一次國民黨喊出了 用公投的手段 來做為和平協議的 一個民意偵測的前提的情況下 可以預見 將來如果要真的兩岸 要做和平協議的話 我講的是高層次的和平協議的話 公投這一關大概省不了了 大概省不了了 我們幾乎可以確認 至於回到這一次的議題 本身來講的話 我們幾乎也可以確認 這就是選舉而已 這是選舉議題 因為剛剛已經分析過 他既不會立刻在一二年發生 也不會在一兩年 很短的時間內去看得到 他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 因為前提條件一三比一三高 但肯定回過頭來講 北京會怎麼看這個事情 北京看這個事情 我今天看到報紙上 有人寫說和平協議破局 其實如果說它是個選舉議題的話 就不存在破不破局的問題 本來就不是要成局嘛 對不對 可是呢 經過這樣的一個討論之後 他不會船過水無痕 同樣的道理 我們剛剛講說和平協議跟公投 都會在未來的台灣的這個領導人 執政方乃至於選舉當中 它會持續的存在 它已經從抽屜搬上來了 對 一樣的道理 北京現在接下來看台灣政局的時候 事實上之前就已經的大陸的涉台專家 包括張念慈他們 都主張說大陸的這個對台灣呢 不必去看誰當選 你就堅持你的路線 也就是說你不必去表達你支持誰 你只要反對什麼主張就好 你只要提出你反對什麼主張就好 那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麼應該說這個 透過這個選舉之後 大陸即使接下來不管誰當選 如果馬當選的話 那麼尤其是兩岸 經過這四年的這種甜蜜季以後 很多的這個磋商 已經要進入到深水區 那麼慢慢會碰出到 兩岸的一些結構性的矛盾 甚至在經濟面的部分 也會碰到互相的衝突的問題的時候 就不能再期望說是讓利 所以現在有人講說是換利 有人講說換利 其實我都覺得不見得是換利 而比較更多的是 這個實事求是的一種情況 就是說你要真正的互補 要真正有產生的這樣一個作用 那麼才有可能 這是在經濟面的部分 而在其他的議題的部分 是不是表示說 未來中國大陸 他可能會不再用藍綠 來做一個他政黨的一個對象 他更多的是 首先我剛講過 他只是用提出主張 他站著什麼反對什麼 標局在那個地方 臺灣社會從政治 政治到經濟財團 企業到民間 大家很清楚的看得到 他的主張是什麼 當然你可以站著他 你可以反對他 但估計隨著交流的增加 中國大陸會花更大的力氣 來跟臺灣反對他意見的人 做交流 好 新同學 剛剛我們所分析的這些基礎 在數字的部分的話 是建立在我們自己 旺旺中審的民調上面 不過作為對照的話 我們今天還要來看到一個圖卡 是聯合報公布了他們的民調 他們沒有我們之前做的那麼細 不過還是要來看就是說 您知不知道有這個 和平協議的議題 62%是知道 認為有T馬19加分的是有23% 減分的是18% 說沒有影響的呢 是這個35% 那這個差別是他為什麼有可能會存在 因為從這個聯合報的這個民調來看的話 似乎提出來了這個整個和平協議 包括公投等等 對他是有利的 當然我們這一步其實應該在交叉分析一下 就是說我剛講過 其實和平協議剛提出來的時候 那麼尤其他前面講的那個三前提 那麼這些情況呢 很多人一看到這樣說 基本上是贊成的 我想這個數字在忠實的 如果是當天用一個單獨的調查 我認為數字不會相差太遠 我剛講過真正的產生 對整個議題變調的 就是公投這兩個字 對公投出來的關係 我們看到公投的數字 那麼公投的數字的話 就跟和平協議的贊成的數字 是有區別的 是有區別的 這就說明了一點 就是說在兩岸的這個關係的 這個互動上 這個能不能夠看到 是兩岸的共同重疊處 就是說去強調它的這個共通處 還是說你要去突出它的分歧處 是這種問題 你如果越強調它的共通處的話 達成的可能性會越高 如果你去凸顯它的差異處的話 矛盾就會變多 矛盾就會更大 不可實現性就會越高 好就像您剛剛講的 就是這個現在我們可以確定 它只是一個選戰操作的議題 但是呢就如同您講的 這個公投也好 這個和平協議也好 不會傳過水無痕 而且大陸方面呢 是不是有可能 以後不看藍綠 就只抓住自己的 一個負面表列的這個原則 所以呢但是我們現在 再回到這個選戰的操作面來講的話 簡單的告訴我們 綠營會繼續怎麼大 而藍營要怎麼執血 我看應該說到這個 今天的這個立法院 程序委員會的攻防 大概差不多告一個段落 但是我說告一個段落就是說 它進行到這裡 那麼綠是主攻嘛 那麼藍是主守 守的結果就是不同意 去把這個政治協議 和平協議都要這個 列到公投法裡頭去 當作一個必要的要件 那麼這個我剛講過 事實上這個如果立法的話 就是等於是把和平協議 又放回到抽屜裡頭去 如果真的立法的話 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東西晚的時候 我剛講說行動的部分 我估計不會再有其他的了 但是接下來就是選戰的操作 選戰的口水 因為首先民進黨一定講說 馬英九講了和平協議 馬英九講了公投 來決定和平協議是假的 那麼他也會繼續講說 所以呢我們不能同意 馬英九搞和平協議 因為他的所謂尊重民意 事實上是他一意孤行 綠的一定用這樣子 簡單說要化台 化到哪裡去 化到賣台嘛 對 就是化到賣台去 綠的一定是用這樣來攻擊 那藍軍 那藍軍的話呢 我想十大保證也好 或者什麼保證也好 藍軍能講的 其實就只能講到這裡了 你已經講到公投了嘛 都已經出來了 但是我剛才講過說 真要讓 嚴格講 如果和平協議要有一個可操作性的話 你就必須讓公投這種激烈的手段 放在一個模糊的一個地方 對 你這樣才有可能 你如果變成一個這個 所謂的戰術上的這個清晰啊 反而讓你的戰略沒有彈性 的確是這種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我估計藍軍 大概也只能就化到這個地方 對 那這個選舉到現在為止 當然有人講說 黑文協會變成一個選戰的主軸 那現在就要看 我覺得現在這樣藍營接下來 可能更大的是需要去描繪一個 就是說過去四年來 他執政之後 對兩岸關係帶來的是 哪些實質的好處 對 所以就把這個 比較有觀念上的議題 拉回實質的政績面了 謝謝